昨天我在這個節目中提到說 顏寬恒在這個財產申報裡頭 有將近50筆的土地 跟這正因站相關 顏寬恒昨天回應了 他說我有很多土地沒有在正因站旁邊 但是他沒有否認 他有土地在正因站旁邊 好 今天跟製作單位 我們就一起去把過去曾經揭露的地號 一條一條把它裂起來 各位看這張圖 正因站在這裡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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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幾條就是那條正因路 顏家的土地 顏寬恒的 這個都是公開資訊 你圈起來都是顏寬恒的土地 對 你如果說這裡太遠 不要說而已 不然說這裡 都在入口 土地面積都不大 但是都在入口 好 這個顏先生你也要解釋一下 這都是你的公開資訊 你的財產申報裡頭 這不是我幫你寫的 這都是你自己寫的 好 這個車站 這個車站的前面這條正因路 你的土地 好 下一張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車站設在這裡 這裡設了兩個出入口 這裡是保護區 這裡在編織上是保護區 各位看這個綠色點點點點點 這個每一個都是保護區 這裡頭一個很特別的 跟人家顏色不一樣的 這個叫做停車場用地 車站在這裡 出入口在這裡跟在這裡 設這一個我可以理解 因為這裡有住宅區 這裡的住宅區當地人都知道 這裡都是透天 連動的透天 好 所以這裡設了一個出入口 可理 請問這裡為什麼要設出入口 這都是保護區啊 你是要背山的嗎 這也沒有山頭背 這個是高速公路 這一條紅色是高速公路 很高的這個高架橋 高架橋的橋下 這裡設出入口 好 那這個我們就不死心對不對 這個停車場用地在這裡 上次提到這個保護區的地 各位有看到這個保護區的地 被切成一塊一塊嗎 嗯 有人要保護區的去 買一塊一塊四塊嗎 第一個這個很特別 第二個我們就看這個保護區 保護區什麼可以買賣 這個當時是誰買賣 在什麼時候買賣 這個還現在還查不到 我們先看到這裡 我們現在關心這一塊停車場用地 昨天台中市的捷運工程處的處長 出來說以後正因戰設了之後 就是要利用停車場用地 昨天他接受訪問 我們就看到停車場用地的 加加加加的這幾個地號 昨天就有人懷疑說 這幾個地號 跟嚴家有沒有關係 嗯 好 因為這個盧市長是學地政的 這些系統盧市長應該也都查過 剛剛講的有兩筆 25 229 我們就去查了 這也公開資訊 今天這公開資訊 好來 各位看喔 拍賣 鹽圈圈 鹽圈圈呢 沒辦法確定是鹽家 對不對 只圈他姓鹽 不一定是鹽家 對 不好意思喔 正義錄一號 清楚了吧 沙路區 瀑子裡 160 正義錄一號 這是哪裡 好熟悉的喔 他的服務處 服務處 他的服務處 旁邊有一棟發牌 對 前面圍起來 上次開記者會的現場 發牌的時候說 你如果要買這間你要注意喔 因為旁邊有的人 叫服務處 對 相通喔 你如果要買要注意喔 結果誰買的 他家的人買的 所以我非常明顯的 可以確定 這一塊地 就是鹽家的地 這一塊 這一塊 好 下一張 這一塊也是 鹽圈圈 正義錄一號 就是這塊 嗯 好 那所以 昨天鹽寬人也算老實 因為他說 我有很多地沒有在 他沒有 他沒有說 我沒有地在那裡 就是有 好不好 好 當然可以說 他說這不是鹽寬恆 但是我說這是鹽家 我確定是鹽家 因為地劑在這裡 嗯 好 都給他們家去 給他們 好 那我們就看這個地到底價值多少呢 就是現在啊 現在的地 一平方米就是八千三百元 換算成一平 兩萬五千塊 嗯 一平二萬五千塊 你去買一平二萬五千塊 風九雅寬恆要幹什麼 嗯 就是接下來捷運產站開發完了之後 在綜合規劃報告裡頭也提到 這裡將變更為捷運用地 什麼叫捷運用地 捷運用地 未來可以做廠站開發 可以做聯合開發 可以把市政府開來公分 大家一起分樓地板面積 從原來沒有人要的停車場 搖身一變 可能變成一個叫做捷運車站 捷運車站的聯合開發 捷運車站的聯合開發 上面的使用 你知道嗎 台北京站 台北非常多的廠站 都是捷運用地做聯合開發 我如果我也想不到說 我會去買這個台 那車經過就是 空台旁邊都像 我去買這個要做什麼 是 好 大概這個是 今天跟各位談就是 這個部分呢 就是他去改了車站 嗯 那改了車站呢 我們回到這一張 我們今天在 嚴先生在正義站 正因站 嚴縣的這個土地 這張道 放在盧密書的面前 跟盧密書講說 老闆叫我把這張道拿給你看 這樣你看有嗎 盧密書能說什麼 我們都配合 盧密書在這一個 選完還沒就職之前 跑去原家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都配合 車站都配合 沙鹿大莊園外面的水里舍街 水里舍路 黑點咬 這護欄 我們都配合 要去查違建 查817 查沙鹿大莊園 市政府絕對不派員 我們都配合 盧密書 嚴市長 我們都配合 這就是現在的台中市政府